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昨天还是10多度的天气 今天就年下一度 很冷啊今天真的 朋友们都要多加点衣服 刚刚群里打电话说有个快递到 我现在出去拿一下快递 哎呀 哈喽朋友们 给你带一个摇摇车 不是是什么车 童车 儿童车 外面很冷哦今天真的年下一度 还不是凌暖 这里有空调吹 呃 看过来 过来 转过来 哦 转过来 这边这边 咦 好 太干燥了 就买个夾死器 对啊 我们好多的嘴唇 就 一圈嘴巴 好 是干干的 它干了 然后 吃几次奶 它要掉了 掉了之后呢 然后又起那个皮 大家对说它 就是我们说 它跟一条 干掉了 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好几盆 在里面 但是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 所以买了一个夾死器来看一下 如果不开空调的话太冷了 快点感冒 特别特别 小心 哇 天哪 撥手就坏了 哈哈 他也拿坏了 还没事就夹坏了 这童车我也是想了好久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买了这个铜身会瘦一点 但是我觉得也是会觉得方便 因为我在做月子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房间吃饭 然后如果他如果出月子的买 出月子的我们就会在厨房里吃饭 吃饭的话 宝宝的话 不可能把他一个人接过这个位置 有个时间里 对 不可能把他一个人接着 买一些这样的厨房 吃饭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放到厨房里面 他就不会离开我们的世界了 因为他那个就是 睡眠很小 老学很好 平时放下去 抱起来就睡 我现在这样一直看到 看他会不会哭 你看他一不哭 然后也没有什么到 真的也没有睡觉 你看你能够就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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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 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部车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你人生中第一部车的 那是同车 开不开心 不光是宝宝的嘴巴肠,我的嘴巴也是大肠 你有车子了,你是有车一族了,宝贝 还要装轮子,应该还有轮子 这么大个轮子 这么大个轮子 是吧,你有车 等一下上来开你的车 装好了,你就可以上来了 他一直在那边 还有嘴巴 看你,看你,看你 还有嘴巴 我觉得你好喜欢,要是我买东西来 首先,要看你 看,哪有说人说 我也太早说人说,我也早 外壳上面没有吗? 没有 不空 这个不是个名书 我笨 你老婆打个鞋 哈哈哈哈 小张人在笑了 哈哈哈哈 笨蛋 哈哈哈哈 哦 哦 这只要装两个轮子 四个轮子就可以了 这个简巴 前面两个轮子是小轮子 后面那两个轮子是大轮子 哦 你买了一个三轮车 四轮 哦 那里有四轮子 升旗了 四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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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车一足了 好酷啊你 你好酷啊 你好酷啊 好恐怕 寶貝 你等會玩 嘿嘿 走囉 咖哩 就去玩了 完成了 冰杯 不然改了,不然就没了 还有个灯头 宝贝,上车 要用的脑,不用 他睡着了 上街了 就这样你忘了 上街了 来,给你坐车 开你的车车 好好玩啊 刚刚好 那这到底什么位置 这个位置有吗?你的装备套 怎么样? 睡你的心车 有没有味道? 整个眼睛瞄了一下 你把手放好,我给你盖 放好手 这会怎么,装备套 可以放在这里 看来它是舒服的 200多块钱 买这个车子还挺好的 289块 还很好看的 好 我觉得方便 而且不用的时候可以折一点 就放在这里,试一顺 好 你看 你看 看一下 舒不舒服 舒服 你看 拿脸脏不痛 嗯 以后吃饭的时候就把它放在这里 中午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放在这里 不用放在床上 或者是我们做事的时候 我们做事的时候就把它放在身边 最早就好了 以为它哭了 这样推一下 像摇篮一样 我还是觉得蛮实用的 大一点的时候可以把它抬高 又可以做 又可以做 小的树当一个摇篮 这个加湿器 也很好